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记女色 因为她有一个五岁上幼儿园的儿子 等她儿子长大了 她就会将她赚钱的能力 还有洁脾 胃病 以及淡淡的烟草味都传给她儿子 因为她儿子才是这本书的男主角 而我是男主角的后妈 一个一心想要和男人生下自己的孩子 继承她赚钱的能力 洁脾 胃病 以及淡淡的烟草味 但次次扑倒失败 还人后虐待男主 为将来男主被女主救赎提供有利条件 小说中期被男主扫地出门 流浪街头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死在天桥底下的恶毒后妈 容我先缓一缓 老天爷一定是嫌我前世熬通宵加班 大脑停止了运转 回家的路上不知道看路 出车祸死得不够惨 这一世可劲儿遭见我 这出后妈 茶话会谁爱唱谁唱 反正我不唱 眼下的剧情是原主和叶卵锦 7月结婚之后 第11次试图把她扑倒 我就是这个时候穿过来的 一个二手货还看不上我 我那句妈的 最烦装逼的人 差点脱口而出 我迎上男人森冷的视线 嘴唇一勾 露出一抹歪嘴龙王笑 我说 这是一百万 夜晚锦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直接丢下一张银行卡 以后我会每个月给你一百万 但除此之外 你不要再做任何妄想 我一把拿起银行卡 咧嘴笑了出来 感动得眼泪从嘴角流下来 我说你人还怪好嘞 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我将银行卡付到心口 金钱的力量让我心跳加速 对啊 虽然这本小说我只看到一半 但前面确实写过夜晚锦 每个月都会给原主一百万的零花钱 我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差点错过报复的机会 我真该死啊 你放心 我一正词言 你尽管安心赚钱 杂儿子就交给我了 我会用最短的时间 把他缺失的母爱 通通给他补回来 好袋呢 我的好袋呢 快让我看看他 我的母爱已经泛滥了 夜晚锦神色复杂 但最后都变成淡漠 薄唇微起 37度的嘴吐出一句冰冷的话 现在请你离开着我的房间 好嘞 我蹭的下床 撒鸭子往外冲 犹豫一秒 我都怕他把这一百万收回去 凭着原主记忆回到房间 我又捋顺了一下 现在的情况 这本书采取的是 插序的写法 男主觉得童年天赋并不多 全都在回忆里了 这就给了我很大的发挥空间 叶卵锦的儿子叶瑞聪 今年五岁 妈妈难产而死 我看到的那一部分 就介绍了这么多 我深吸一口气 干尽十足 我要在五天之内 五十天之内 给他送去五年的母爱 小男主匆匆已经睡觉了 作为一个合格的妈妈 绝对不能在大半夜 去打扰孩子 睡觉长大个 所以我见到小男主匆匆 是第二天早晨 一出房间 我就看到管家 站在匆匆的房门口 准备敲门 看到我管家向我鞠了一躬 太太早 像是一个问好机器 完全没有一点感情 因为原主在 男主在和不在 完全是两副面孔 家里的人几乎都让他得罪光了 碍于他的身份 那些人虽然不敢把他怎么样 但也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 唉 我还得收拾烂摊子 啊呸 每个月一百万 这是烂摊子吗 这是金堆子啊 早啊 赵管家 我笑着打招呼 那笑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曾经的我996 怨气可以养活十个血剑仙 现在不一样了 我是百万富婆 也不是我想笑 就是牙花子有他自己的想法 总想资出来 管家微微一顿 太太 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啊 我指着匆匆的房门 喊匆匆起床嘛 我来吧 管家还想说些什么 我已经敲门了 第一次当妈没经验 一时没想好该说些什么 于是 匆匆 开门 妈妈来喽 我轻轻开门 先探进去一个脑袋 匆匆 该起床了 房间内光线明亮 窗帘已经拉开了 一个身穿被带裤 奶帅奶帅的小正太 映入我的眼帘 小正太面无表情 黑钥匙一般的眼睛里 写着厌恶 稚嫩的声音 严肃地下注颗令 出去 我倒吸了一口气 不愧是小男主哈 这言之逆天了呀 我是被金钱的力量驱使来的 但是此刻我只想偷孩子 这也太好看 太可爱了吧 园主是怎么忍心 对这么可爱的人类 又宰下毒手的 匆匆已经起来了呀 连衣服都穿好了 真棒 我笑盈盈地走过去 在匆匆面前蹲下 匆匆 我们下去吃饭吧 一会妈妈送你上学 匆匆防备的视线 在我脸上流转着 我有些心酸 这眼神 不该属于一个五岁大的小孩子 远主可真该死 我忍不住抬手 想摸摸匆匆的小脑袋 小家伙却退开一步 躲开了我的手 你不是我妈妈 我的手将在半空中 其实 匆匆一开始很喜欢远主的 也正因为他想要一个妈妈 叶卵锦才跟远主契约结婚 不得不说 远主演技真好 结婚之前 不仅骗了小孩子 连叶卵锦都骗过去了 看来让匆匆接受我 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事不能急于求成 我站起来 我们下去吃饭吧 匆匆越过我往外走 赵管家还等在外面 我听到匆匆清脆的声音 管家爷爷好 多有礼貌的小可爱 赵管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带着匆匆下去了 我跟在他们后面 餐厅里夜卵锦已经落座 就等我和匆匆过来开饭 我拉开匆匆身边的椅子 还未落座 就听到匆匆说 我不喜欢你坐在我身边 叶卵锦严厉的声音响起 叶瑞聪 不许这么和大人说话 他不是在替我说话 单纯教育孩子 我走到匆匆对面 拉开椅子坐下 小孩子就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有什么错 叶卵锦看我的眼神 又变成莫名其妙 以前远主在他面前 也总帮匆匆说好话 主打的就是一个捧杀 但他从来没用过这种语气 跟叶卵锦说话 我迎着叶卵锦的视线凑过去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 有一种女人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感觉 爸总不就那点事儿吗 他这一次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我 薄唇抿了抿 吃饭 我对葱葱微微一笑 葱葱吃饭 葱葱没搭理我 向叶卵锦点了一下头 爸吃饭 然后拿起筷子 这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 叶卵锦日理万机 没空管他 他才那么渴望妈妈 可没想到自己 小小年纪太天真 看走了眼 千条万选 选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吃完早餐 叶卵锦就去公司了 管家要送葱葱去幼儿园 我连忙过去 我去吧 葱葱往外走 我自己去 我没说话跟了上去 司机在前面开车 我和葱葱坐在后面 一路上 葱葱看都没看我一眼 一直看向窗外 小小年纪 就已具备霸总雏形 会45度角 仰望天空了 我心情沉甸甸的 找不到突破口 就很着急 下车之后 葱葱背上小书包 自己往里走 我快步走到他前面 蹲下来轻轻握住他的双臂 能感觉到小家伙的身子 微微变得僵硬 我看着葱葱 那双黑钥匙般的眼睛 认真的说 葱葱 妈妈跟你道歉 对不起 以前是妈妈不好 都是妈妈的错 你能给妈妈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真诚的道歉是必须的 葱葱的表情 弄在脸上 眨着眼睛看我 像是迷茫 又像是不解 我没让他立刻回答我的问题 太太他的小脑袋 终于摸到了 好啦 你进去吧 放学妈妈来接你 我站起身 冲他白白手 葱葱又看了我一眼进去了 小小的背影 似乎还是有些僵硬 回去的路上 我一直想着 如何让葱葱接受我 一进门 赵管家就迎上来 太太 食材都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准备好了 我微微一愣 什么食材 赵管家探究地打量了我一下 随即道 其实先生说了 您不需要每天给他送午餐 我反应过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园主为了讨好夜卵井 每天都为他下厨啊 我点点头 那我就不做了 以后都不用准备食材了 赵管家可能没料到 我会这么痛快 愣了愣 我上前一步 赵管家 匆匆都喜欢吃什么呀 赵管家说 匆匆不挑食 多么好的孩子呀 我又向赵管家 打听了匆匆的一些喜好 赵管家一一回答 我都记在了小本本上 谢谢 赵管家一顿 好几秒之后才开口 太太 您客气了 我上楼去研究小本本上 记载的匆匆的喜好 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的一百万 光想着匆匆 一百万都忘了 拿着夜卵井给我的银行卡 和我的身份证 我直奔银行 先把钱转出来 放在自己名下才安心 工作人员对我微微一笑 请输入密码 我拿出手机 让工作人员稍等一下 打电话给夜卵井 电话过了好一会才接通 那边传来夜卵井冰冷略带一丝不耐烦的声音 我说了 不需要你给我送午餐 还有 该说的话 我昨天已经说过了 银行卡密码给我 我打断他的话 夜卵井一顿 什么 短短两个字 却把不可思议表达的淋漓尽致 我重复 银行卡密码 你光给我银行卡 不给我密码 咋的 我光看不花呀 他倾咳一声 没有密码 谢谢 再见 我挂断电话 资着牙花子 告诉工作人员 没有密码 很快我出了银行 我有100万存款了 这样下去 我不也要成总裁了吗 曾经的我 从出生那天 岂不是富二代 我和这个世界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现在的我 世界请留步 首先请接受我诚之的祝福 匆匆四点半放学 我四点就到幼儿园门口了 小朋友们排队出来 纷纷投进爸爸妈妈的怀抱里 急着跟爸爸妈妈分享 他们今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只有匆匆 他看到 我也只是微微顿了顿 然后就朝车子走去 上了车 我立刻拿出来 钱去买的豌豆黄 宝贝 妈妈给你买了 你最喜欢吃的豌豆黄 我不吃 他别过脸 语气有些不自然 我收回去 也对 现在吃了一会 回家就吃不下去饭了 那等晚点再吃 外面天气突然变得沉甸甸的 似乎在酝酿了一场大雨 回到家 聪聪就直接回房 小孩子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可不行 我过去敲门 聪聪 出来跟妈妈玩呀 没动静 那妈妈进去了哦 我等了一下 没听到反对声 开门进去 聪聪坐在书桌前 手里捧着一本关于程序代码的书 不愧是小说里的小孩 都是天才级别的 宝贝 你现在看这书生事太早了呀 他没搭理我 我在他身边蹲下 晃了晃他的袖子 我买了大富翁 我们一起玩吧 求求你了 你就陪我玩吗 我撒娇 他摸了摸 放下手中的书侧头看着我 奶帅的小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 我陪你玩一次 但我还是不喜欢你 知道 知道 你不喜欢我 我开心地站起来 握住他的小手 走吧 走吧 下去玩 小家伙却把手抽出去 你自己走 可真够傲娇的了 我知道萌宝文作者 都喜欢给小孩开挂 没想到总裁文里 男主小时候更邪乎 我又破产了 匆匆看了看我 小脸上的表情有些松动 那再来一局吧 我心赌 无把 每次都是我破产 难道我真是996的命 不适合做生意 我立刻拿出手机 登陆涨上银行查看余额 那一百万还在 嗯 输心多了 再来 我豪气万丈 这一把我赢了 可我不是很开心 匆匆 你让得是不是太明显了呀 他淡淡地看着我 之前的舞局我也让你了 这句话 给我带来的杀伤力 比雷神之锤还大 他不仅继承了 叶卵锦赚钱的能力 还继承了 他用37度的嘴 如何说出冷冰冰的话的能力 我嘴角抽了抽 是吗 还来吗 他看我的眼神略带同情 这可不行 我绝对不能给自己树立一个废物妈妈的形象 我凑过去 匆匆 你听妈妈说 其实妈妈只是不擅长玩游戏 学习呀 工作呀都是很厉害的 妈妈的高考成绩700分呢 他安慰一声 我眨眨眼 你相信我行吗 嗯 前世我高考成绩确实700多分 但也没用 学习成绩代表不了什么 我还是没赚到多少钱 如今能运入一百万 其他的就算了吧 反正我现在有百烂的资格 大别墅住着 百万零花钱花着 连孩子都不用自己生 简直人生赢价 我捧起匆匆的小脸蛋搓了搓 不重要了 妈妈有你就够了 他竟然呆住了 定定地看着我 这是我穿过来 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一个五岁小孩该有的表情 庸人的声音突然响起 先生 叶卵锦回来了 我看了他一眼 收回视线 放开匆匆的小脸蛋 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吧 我追问 宝贝 明天你放假想做什么 匆匆站起来 爸 叶卵锦淡淡地应了一声 走过来沉声说 匆匆明天没空 他还要上课 小说里提到过 男主从小接受的就是精英教育 孩子连个童年都没有 这可不行 他周一到周五上课已经很累了 周末就不能让他放松一下吗 叶卵锦看了看匆匆 匆匆低下头 叶卵锦才叹了口气点点头 可以这么好说话 我朝匆匆眨眨眼 小声说了个爷 他别扭了一下 朝我点点头 跟叶卵锦一起上楼去了 赵管家这时过来 太太 明天是好天气 您准备带小少爷去哪玩 我提前安排 游乐园呀 小孩子当然要去游乐园玩 我要给匆匆一个完整的童年 晚餐我下楼吃饭 刚走到餐厅门口 就听到赵管家跟叶卵锦说 先生 明天太太带小少爷出去玩 要不您也一起吧 小少爷还没 还没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过 我都跟匆匆约好了 赵管家非给我插进来一个第三者 这我能干吗 我一个猛子扎进餐厅里 那个 可以 没等我说话 叶卵锦嘴快字数还少 这局完胜 我猝了猝眉 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却直接对上了叶卵锦的视线 他证了一下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还能说什么 只能耸耸肩 没有 吃完饭 我和匆匆一起上楼回房 被叶卵锦叫住 匆匆看了看我们 进房间关门 我转身问他 还有事吗 叶卵锦洞悉人心的视线紧锁着我 李洛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眉头眉尾的一个问题 让我怎么回答 但意见确实是有的 我亲了亲喉咙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呀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叶卵锦似乎没想到 我针对他有意见 微微眉起双眼 说 我上前几步 深深看着他 叶卵锦没心倾促 不过我们只是契约 你赚那么多钱 每个月就给我一百万 甚至有点太抠嗖了 我在叶卵锦略带震惊的视线里 连忙改口 但我绝对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 但如果再加一点就更好了 我说都说出来了 决定搏一搏 说不定就单车变摩托呢 要不你再给我加 我伸出十指 在叶卵锦幽暗的视线里 把另外四只手指也伸出来了 到底没好意思再要一百万 五十万 他最后看了我一眼 朝书房而去 一句话都没说 看样子心情不佳 真是够了 堂堂大总裁 扣扣嗖嗖的 说出去都不怕被同行取笑呢 还是我价格开高了 我回到房间 美滋滋看了一个多小时的银行余额 才去洗漱 刚出来 外面咔嚓一声 雷对我吓一跳 不仅下雨 还打雷 我突然想到什么 一把丢开手机下床出去了 匆匆房间门口 我敲了三下门 轻轻推开 匆匆 你睡了吗 妈妈进来了 里面没有声音 我敲声进去 里面黑漆漆地看不到路 眼前突然一亮 匆匆坐在床上防备地盯着我 你来干什么 打雷了 你不怕吗 他正了正 小嘴微张 我才 别怕 妈妈陪你睡 我快不过去 掀开他的被子上去 好了 你躺下 妈妈要关灯了 他抿着唇 许久憋出一句话 我可以自己睡 我关灯躺下 宝贝 妈妈给你讲故事呀 给你讲卖火柴的小女孩 好不好 一阵沉寂之后 嘻嘻苏苏的声音响起 他躺下道 随便 我轻轻拍着他 把自己给拍困了 眼皮发沉 大脑有些萌萌的 但故事还得讲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 他妈妈去世了 爸爸是酒 他只能去卖导弹赚钱 一个冬天的晚上 小女孩导弹没卖完 不敢回家 怕被爸爸打 他很冷 想起了去世的奶奶 于是点燃了身旁的十几发导弹 那天晚上 全村人都看到了小女孩的奶奶 第二天早晨起来 我发现 匆匆看我的眼神很不对 宝贝 怎么了 妈妈脸上有东西吗 你以后不用再给我讲故事了 为什么 我讲的不好吗 我有些失落 你不喜欢听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我给你讲别的还不行吗 给你讲孙悟空的故事 他小脸上表情有些复杂 最后勉强点点头 随便吧 你想想就怎么讲 这就对了吗 我揉揉他的小脸蛋 今晚妈妈就给你讲孙悟空 大战伏地魔的故事 匆匆没有再说话 不知道多久 他呼吸均匀地睡了过去 真不错 原来哄小孩睡觉 是这种感觉呀 我索性也陪着匆匆一起睡 第二天一早 收拾完吃完早餐 我们就朝游乐园出发 夜卵锦还是很有用的 宝贝 我们去那边拍照 我拉着匆匆的小手 往水上过山车那边跑 夜卵锦 一会等水过来了 你就给我们拍照 夜卵锦估计是第一次被人使唤 脸色有点不好 但还是拿出手机 就在巨大水花袭来的那一瞬间 我一把抱起匆匆 把他放到了我的面前 我和匆匆全身湿透 哈哈 我终于玩到这个了 我激动地放下匆匆 在他脸颊上巴唧了一口 匆匆你都不知道 以前在视频里看到他们用仔挡水 都给我羡慕坏了 但现在妈妈也是有仔的人了 终于不用再羡慕别人了 说完我才意识到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过了 形象还没挽回呢 我就迫不及带完孩子 毁了 全毁了 我着急忙慌解释 宝贝 你听妈妈说 她突然抬手 小手拨开 被水打湿在我脸上的头发 不是挡着吗 脸还湿了 我心跳一致 这小爸总好会聊啊 匆匆 你不生妈妈气啊 小家伙酷酷地哼了一声 我才没那么小气 啊 我一把抱住她 你就是妈妈的大宝贝 我带着匆匆去找夜卵锦 拍了吗 我看看 夜卵锦神色复杂地把手机给我 我看了一眼 她是拍下来了 就是这拍照技术 你技术不怎么样啊 夜卵锦脸色骤然一黑 给我看看 匆匆伸出小手 我把手机递给她 她看了看什么都没说 只是点了点头 被嫌弃两次的夜卵锦无语了 接下来一整天 我们都在游乐园里 把每个项目都玩遍了 夜卵锦的拍照技术 也越来越好了 傍晚我们才离开 开游乐园 在外面吃了饭回去 赵管家看到我们立刻迎上去 神色喜悦 玩了这么久啊 小少爷 今天开心嘛 我也看向匆匆 匆匆看了看我 板着一张脸 有些不自然的点点头 还行 傲娇的小家伙 我今天都看到她笑了 笑得可开心呢 下次还去玩 我揉揉她的小脑袋 太好揉了 上楼准备回房 先冲了澡 夜卵锦突然叫住我 梨洛 我转身 干嘛 她急不走过来 那双大长腿可真惹眼 这腿我能玩 呸 夜大佬的腿我不配 脑海中突然就闪过 夜卵锦做轮椅的画面 我猛地想起来 书里有写过 夜卵锦曾遭遇一场车祸 差点死掉 最后下半身瘫痪 只能坐轮椅 公司因此股价下跌 从那以后 他们公司的气运 也越来越不好 最后是长大的 匆匆力挽狂澜 接管公司 重新回到巅峰 导致夜卵锦 瘫痪的幕后黑手 就是他二哥 小说里最大的反派 害完夜卵锦还不够 匆匆长大后 他还继续想匆匆下黑手 我死死盯着夜卵锦的双腿 他要是瘫了 公司股价下跌 那我每个月一百万 不就断流了 那可不行 我的财神爷 我来守护 我猛地抬头 刚要告诉夜卵锦 他二哥的阴谋 就对上了夜卵锦 漆黑如漠染一般的眼神 他咬牙切齿 鼻落 别看了 不看不行啊 我着急啊 我就是看了才想起来的 夜卵锦神色一顿 冷白色的皮肤 隐隐清出一抹淡淡的红 像是雪地里 骤然绽放的梅花 美得令人目眩神秘 这男人简直妖孽 你想起什么 夜卵锦声音低雅 下恶线因为绷紧的关系 更清晰了 比我的人生规划还要清晰 他眉心紧促 鼻落 收起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人真是喜怒无常 好端端的突然就生气了 我细细打量着他的神色 试探地问道 我是触碰到你的逆灵了吗 他呼吸沉了沉 总之今天很感谢你 匆匆很开心 以后你的零花钱 每个月给你涨到两百万 说完就朝书房迈步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夜卵锦回头 还有 明天我要去伦敦 匆匆就交给你了 听到伦敦两个字 我如轰雷撤电 夜卵锦就是去了伦敦之后 出的车祸摊了 这么快 不行 你不能去 他又返回来 神色似乎有些无奈 迪落 我们的婚姻 我知道他又要老生长谈了 蒙点头 我知道 知道 我们的婚姻是建立在金钱之上 没有金钱的婚姻就像一盘散沙 都不用风吹 走两步就散了 所以你更不能去伦敦了 你二哥在那边给你设下陷阱 你只要一过去 就不能竖着回来了 我抓着夜卵锦胳膊的手又紧了紧 夜卵锦 你现在千万不能有事啊 他凝视了我良久 最后说 放心 我不会有事 你不用担心 我能不担心吗 我急得跺脚 你出事了 谁赚钱啊 他眉头紧拧 你担心的是这个 我慢半拍反应过来 他该不会是气我只关心钱 不关心他吧 总之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二哥不是好人 我严肃至极 我真的很关心我的老板 他复杂的眼神看了我许久 声音缓和了不少 我知道 那你不去伦敦了吧 去 不等我开口 他就又说道 不过你放心 我会小心的 绝对不会让自己有事 我稍稍松了口气 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你的钱也不会给你断 说完就进书房了 我拍了拍胸脯 好险 好险 不过往好促想想 就算真出事 夜卵景也只是贪了 又不是破产了 应该也不会在乎我每个月那一两百万的吧 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完完整整 健健康康地竖着从伦敦回来 一日一早 夜卵景就出发了 我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 连匆匆都看出来了 你怎么了 我没心不得舒展 我担心你爸爸 怕他出事 不会的 匆匆伸出手小手 在半空中顿了顿 然后拍拍我的胳膊 你放心 我的心都化了 把他抱起来放到腿上 低头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 宝贝 有你真好 他有些别扭地推了推我 你放我下去 还有你不许亲我 我抱紧他 宝贝 你还生妈妈的气吗 他痴嫩的声音酷酷的 我才没那么小气 真的 当然 那你再给我巴唧一口 我黑黑一笑 在他另一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宝贝 妈妈爱你 他小身子僵在了我的怀里 这家伙真是越来越可爱 果然男主是有光环的 下午一点多 我正带着匆匆在抓娃娃 接到了叶鸾景的电话 他一开口就问 匆匆怎么样了 我带他玩呢 能怎么样 你没怎么样吧 没有 那你自己小心点 拜拜 我挂端电话 刚才叶鸾景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挂得太急了 就听到他说了个你 算了 他要说会再打来的 我揣起手机 宝贝 妈妈来了 对 给妈妈抓这个最大的 啊 宝贝你太厉害了 又抓到一个 完了一天 我抱着匆匆 抓着一大堆娃娃 心满意足地回家 刚进门 赵管家就笑 你你地问 小少爷 今天带太太出去玩 开心吗 赵管家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问什么 是我带匆匆出去玩好吗 匆匆微扬着下巴 别过脸去 还行吧 我弯身大脸凑过去 盯着匆匆一本正经的小脸 还行 你小子有本事 别偷笑 下一秒 他的小嘴绷不住笑了出来 我抱着娃娃 哼着愉悦地搁上楼去了 听到下面赵管家跟匆匆说 小少爷您发现了吗 太太真的变了好多 星期一我送匆匆上学 路上嘱咐他放假就开开心心玩 但现在上学了要好好学习 不能分心知道吗 知道了 他故意做出一副不耐烦的表情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也对他五岁了 把孩子送到学校回到家我就开始摆烂 这神仙生活实在太爽了 然后傍晚去街匆匆放学 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 夜卵景回来了 竖着回来的 期间他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我发自内心地说道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夜卵景薄唇抿了抿 放心 少不了你的钱 我也是要脸的 我也不全是为了钱 我真诚地说道 你是匆匆的爸爸 你要是有事 他肯定是最难过的那个 我舍不得匆匆难过 他怎么一副更扎心了的表情 难不成我又说错话了 我插开话题 对了 抓到你二哥的把柄了吗 夜卵景谋底寒忙一闪 没那么容易 也是 那可是大反派呀 这一次失手 他肯定会尽快筹划下一步计划的 书里有一个情节 在夜卵景瘫痪不久之后 匆匆被绑架了 这次绑架也给匆匆带来了很大的阴影 导致匆匆不仅继承了夜卵景那些毛病 还患上了幽臂恐惧症 后来女主救赎匆匆的难度加36% 我刚准备把这件事告诉夜卵景就听到 你怎么知道她准备在伦敦对我动手 夜卵景语气低冷 霸总多疑的毛病被我激发出来了 我总不能说我提前看过剧本吧 我当然知道了 我虚张声势地说道 我知道很奇怪嘛 我不知道才奇怪吧 你们兄弟俩内斗这么多年 你也不想想 他能错过你出过这么好的机会吗 我背着手 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大聪明 早晚的是 我也是让你防患于未然 夜卵景没再多问 总之这次谢谢你 他接着说 虽然没有抓到他的把柄 不过也够他消停一段时间了 那可不一定 他不对你下手 说不定会对匆匆下手 这段时间你多派几个人保护匆匆 夜卵景点头 默了默问我 所以我该怎么感谢你 他问得这么直白 我哪好意思说啊 我假惺惺的摆摆手 哎呀不用 都是为了孩子 他某底勤着一抹性慰 给你一百万 我可耻的心动了 拜托 那可是一百万 这多不好啊 我真不是为了钱 我喜欢匆匆 把它当成亲生的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 要 犹豫一秒 都是对那一百万的不尊重 那我先回房了 我害羞的回到房间 原地跳了三尺高 啊 又一百万到账 我简直是赚钱的小天才 夜卵景按照我说的 在匆匆周围多派了几个人 我记得小说里 匆匆身边一直有人保护着 可是原主为了除掉匆匆 和夜卵景的二哥联手 故意把匆匆弄丢 我后背涌起寒意 匆匆长大后 那么对原主 让原主落个惨死的下场 绝对是原主活了大概 所以 不仅仅是夜卵景的人 这段时间 我也格外注意匆匆的人身安全 可匆匆还是被绑架了 还有我 事情是这样的 夜卵景从伦敦回来 几个月了都没事 我就有点放松警惕了 于是在一个风和日历的周六 我带匆匆去电影院看超级飞侠大电影 厕所的隔间里 被人用毛巾捂住口鼻 失去了意识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被绑起来了 在一个小黑屋子里 匆匆 我惊呼出声 毕竟伸手不见五指 我在这 匆匆淡定无比 他可是小说里的男主 面对危险 也要有男主的光环 即便他现在才五岁 我用屁股当讲滑过去 匆匆 你别怕 妈妈在这 妈妈会保护你的 你可千万别患上 幽闭恐惧症啊 你是男主角 你有光环 肯定不会有事 别怕 你的女主角 还在未来等着你呢 匆匆语调冷静 我不怕 你也别怕 爸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我的手机已经被收走了 我又往匆匆那边蹭了蹭 背过身用绑在一起的手 朝匆匆的手腕伸去 过了不知道多久 小黑屋门开了 外面微弱的光线照进来 我看清了男人那张脸 和叶鸾井有点像 尤其是眼睛 但所谓差之毫厘 六以千里 他长得连叶鸾井的三分之一都不如 我当即就认出来 这位就是本书的大反派 叶鸾树 叶鸾树唇角勾起冷笑 极其残忍 买一送一 不错 算你倒霉 那就和这小家伙一起死吧 说着就朝我过来 等一下 我大吼一声 他动作一顿 我咽了口口水 大哥 要不咱俩再落个十块钱的吧 反派话都多 可叶鸾树不按套路出牌 拿着刀就直奔我的脖子而来 我全身被恐惧包围 害怕地闭上双眼 浑身发抖 不要 匆匆焦急地大喊 不要伤害他 叶鸾树冷笑 别急 一会就轮到你 我的好侄子 不要 不要伤害我妈妈 匆匆哭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哭 我心底的恐惧瞬间消散 鼻子一酸 往匆匆那边倒 形成保护的姿态 叶鸾树 匆匆才五岁而已 他什么都记不住 你放了他 原文理在绑架了匆匆之后 叶鸾树也现身了 他原本是想亲自动手杀死匆匆的 但匆匆被救了 之后匆匆指证叶鸾树 可他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叶鸾树一句他还小 说的话不能成为呈堂政贡 就抹杀了匆匆的证词 而彼时的叶鸾井还躺在阿西U里 什么都做不了 叶鸾树趁机掌控了大半个业架 我收回思绪 安抚匆匆的情绪 匆匆别哭 妈妈不会让你有事的 好一个母子情深啊 看不出来你还真把她当成自己儿子了 叶鸾树不再废话 手里的刀又朝我的脖子而来 刺了一下我的脖子好疼 千军一发之际 叶鸾锦出现了 他犹如神兵天将 周身散发着正道的光 一脚踢开叶鸾树手里的刀 将他踩在地上 叶鸾树你找死 叶鸾树难以置信 你怎么找到这的 我被叶鸾锦带来的人松绑 立刻过去报警匆匆 你怎么样 匆匆摇摇头 我没事 他指着我的脖子 你受伤了 没事 就是皮外伤 我按住脖子上的伤口 不让他继续流血 拉着匆匆的小手来到叶鸾树面前 把匆匆的手腕给他看 笨蛋 知道这叫什么吗 小天才电话手表 是我坚持给匆匆买的 果然派上用场了 我一个窩心脚踹过去 把他带走 之后 我和匆匆被叶鸾锦带上车 送到医院 我脖子上的伤很浅 只流了一点血 但医生还是给我缠上了一圈圈纱布 匆匆也做了一番检查 一点事都没有 但我还是不放心 回去的路上 我跟叶鸾锦说 还是给匆匆请个心理医生疏导一下吧 我怕他留下阴影 叶鸾锦眸色深邃 默默看了我一会点点头 回到家赵管家大步迎上来 神色交集 太太 您受伤了 怎么不留院观察 经过这几个月的相处 赵管家对我的态度 早就180度大转变 所以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计 我被迫梗着脖子 我没事就点皮肉伤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赵管家松了一口气 我转身 匆匆 你也先休息一下 别再想刚才的事情了 坏人已经被抓起来了 我们以后都不会有事了 因为我也被绑架了 我是成年人说话当然管用 证据确凿 叶鸾锦也是带着警察去的 叶鸾树当场被抓获 大反派绑架为伴中道崩俗 直接采缝刃机去了 饿毒后妈还中途坏了心 以后真就都是好日子了 匆匆突然过来 小手握住我的手 那双黑钥匙一般的眼睛 看了我许久 对我说 谢谢你 妈妈 她喊我妈妈了 匆匆喊我妈妈了 我眼眶发烫 连忙抬手抹了抹眼泪 唉 遇到匆匆之后 我好像很容易哭 真是女子本刚 为母则弱呀 我吸了吸鼻子 拍了拍匆匆的小肩膀 你跟我客气啥 回到卧室没一会 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进来的是叶鸾锦 我拍了拍身边的沙发 请坐 叶鸾锦都过来 垂眸看了我一会 眸色深深 伤口还疼吗 那肯定疼啊 哥 你脖子 你疼不疼 这问的不是废话吗 她在我身边坐下 像是在酝酿什么似的 沉默了许久才开口 梨洛 谢谢你 我忍着脖子上的疼痛凑过去 夜卵紧 虚寒问暖 不如打笔巨款 她侧头迎上我的视线 我这才意识到 我离得她有多近 近到呼吸相闻 有什么在空气中发酵 一点点蔓延开来 我看到叶鸾锦的耳朵 在灯光下泛着浅浅的红韵 再次迎上她的视线 就像是被什么垫了一下似的 我心跳突然嘎嘎快 我有些不自在 想要微微推开 夜卵紧却握住我的双肩 她该不会是要 谢谢你 夜卵紧声音沙哑 还有你没事 真好 我笑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梨洛 夜卵紧深吸一口气 眼眶微微发红 你知道吗 刚才在得知你和匆匆被绑架了之后 我才发现 我心里不仅有匆匆 还有你 梨洛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突如其来的告白 像是抽水马桶 把我的脑子抽走了 我呆呆地看着夜卵紧 我们两个的视线 在空中互相勾引 缠绕 她的脸越来越近 她要亲我 我一把推开她 这是另外的价钱 我就说吧 我脑子被抽走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对你 我也不清楚 抱歉 夜卵紧立刻退回社交距离 我刚才一时情难至今 以后我会注意 这几个月来 夜卵紧已经看出来 我似乎不喜欢她了 至少不像以前那样喜欢 她之前也试探过我 你对我的态度好像变了 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叹了口气 人吗 嗯 生活吗 我轻咳一声 人都是会变的 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但其实我对夜卵紧也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她那么帅 还有钱 更重要的是三观症 有素养 我怎么可能对她没感觉 我刚才说不清楚 只是糖色的说辞 其实 我又看了看夜卵紧 咽了口口水 鼓足勇气 把心里话告诉她 那个 我其实 可以跟你在一起 但是每个月的两百万 可不兴不给哦 夜卵紧走了 脸色不是很好 我又说错话了 又过了一会 匆匆进来道 妈妈 你跟爸吵架了吗 没有啊 我刚才还是商量的语气 宝贝 过来 我伸出手拉过匆匆 你为什么不叫他爸爸 才五岁的小孩 叫蝶音多可爱啊 他坐在我的怀里 我以前叫他爸爸 他说我是男子汉 撒什么娇 叫爸 他抱住我 妈妈 爸爸真的很喜欢你 我虽然是小孩子 但我也知道 你们是为了我才结婚的 可我真的很希望 你跟爸爸能够成为一对真正的夫妻 这样我们一家三口 就永远都不会分开了 妈妈 这家没你得散 给我感动的哟 妈妈答应你 我们一家三口 绝对不会分开 匆匆走之后 我给叶卵锦发了一条微信 我真的很喜欢你 钱不钱的没关系 他秒回 那你喜欢我什么 这个人还真是矫情 喜欢就喜欢 非得问喜欢什么 我啪啪打字 喜欢你的脸 那如果我长得下人 你还会喜欢我吗 我盯着这句话 看了两久问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能先给长标个音吗 哎 想想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 毕竟患难见真情嘛 我放下手机 前世的我从小在工人院长大 后来拼命考上好大学 努力工作 赚钱买房子 就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小家 我对家实在是太渴望了 如今我终于能够有一个家了 我绝对不会放手 一切都变得明朗 我直接冲到叶卵锦房间门口 刚要开门就听到 爸 我按掉你教我的 跟妈妈说了 嗯 很好 那我以后能叫你爸爸吗 妈妈喜欢我叫你爸爸 当然可以 好 很好 这对父子俩真的很好 匆匆开门出来看到我 神色之间顿时闪过一抹不自在 他指向里面 妈妈是爸爸教我那么说的 他过来抱住我的腿 妈妈 我也才五岁而已 叶瑞聪 叶卵锦大步过来 匆匆躲在我身后 妈妈保护我 我展开手臂 你干什么 叶卵锦顿时黏了 我什么都不干 匆匆 你先回房吧 妈妈有事跟爸爸说 我拍拍匆匆的小脑袋 目送他进房间 然后进了叶卵锦的房间 洛洛 我错了 叶卵锦低头道歉 我不该利用匆匆跟你说那些话 他抬起头 还有 那个字读长 我视线落到下面 我的眼睛就是齿 你可别骗我 说正经的 我倾壳一声 抬头看他 叶卵锦 我说真的 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有钱 也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 其实一开始 我确实喜欢你的钱 还有匆匆 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我对你心动了 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们结婚了 以后我们就好好过日子吧 何匆匆 我们一家三口永远都不分开 我说到这上前一步 那你你对你前妻 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结 叶卵锦不是一个随便动心的人 他应该还没放下他的前妻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 他握住我的手 把我带到沙发那边坐下 其实 匆匆是我大姐的孩子 他饥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 我大姐未婚先孕 难产而死 我便把匆匆带在身边 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孩子 我怎么也没想到 匆匆的身世竟然是这样的 那匆匆还不知道对吧 我问了句废话 匆匆一看就不知道 叶卵锦点头 他不知道他现在还小 或许等他再大一点 我再告诉他 我知道这种事情 也瞒不了一辈子 反正不管怎样 匆匆现在都是我的亲儿子 我钻进叶卵锦的怀里 匆匆就是我们的孩子 耳边传来 叶卵锦喉解滚动的微弱声音 我感觉到 男人僵硬的身子渐渐发烫 猛地从他怀里抽离 那个我站起来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我先回房了 手腕却一紧 叶卵锦沙哑的声音传来 我没吹牛 你用尺子量一下 他滴滴笑了出来 你还伤着呢 我不会乱来 过来 他把我拉回去 我只是想先亲亲你 我脸颊滚烫 心跳加速 这不是金钱的力量 这是男色的力量 我闭上双眼 感觉到叶卵锦的唇靠过来 突然他坐直了身子 我睁开双眼 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你干嘛 叶卵锦道 我明天把我名下的资产转给你 我咬了咬牙 我在你眼里就那么贪财吗 叶卵锦俊沿之上满是为难的表情 我说实话你会生气吗 他点头 是的 我轻磕一声 明天就转哦 我果然是个赚钱的小天才 一吻结束 我娇喘吁吁地歪在叶卵锦怀里 那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他之前对圆主一点感觉都没有 圆主次次扑倒失败 我才来几个月 他怎么就对我情根深重了 叶卵锦轻轻推开我 握住我的双肩 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 因为你赚钱眼里的样子 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说得很好 下次不许再说了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